0206大地震造成山湛水泉有破损的情形 景美村长金志雄透过湘工所协助 经过三年多新建得以改善 不过最近加湾水泉也发生了破损情形 在秀林湘工所和农田水利署支持之下 也开始改善新建 山湛系丧与有一处中美合作入口水泉 提供秀林湘和新南湘农民进行灌溉水田之用 因为107年0206的一场大地震有破损的情况 还好有秀林湘工所和华文县政府代理支持 才能够得以改善 而这次则是针对加湾水泉来进行改善 就是水泉部分里面 经过我们的部落 因为出水口在我们三站中美合作 我们做了一些也是要部落会议 要怎么去施作 要怎么去进展 因为现在107年2月6号是刚好大地震 那就是他们那边有一些设施垮下去 然后经过我们族人这边提议 是不是说希望改进改进他 那就是水利会这边也在做一些 我们做一些水浸或是汽水池 也很感谢工所这边提出来的案件 也在做了 进行当中从三站开始做 做到因为有规律部分 因为有些村民在质疑说为什么水池没有到达到家湾 或是到和平 或是到家民 那我就说因为部分的规律是在家湾这边 因为初期是先把三站的规律 或者是整个一些设施先做完成之后 第二期这边第二期完的话 第二期再做一些家湾部落这边 那我们经过到一些工所很支持我们这样的方向 因为现在水利会改官派之后 又重新召开会议 也感谢我们的工所 一些民意代表很支持我们说一定要这样做 然后就说一些按照说有些个人的土地 我们还要加强一下说我们设施 或是说我们去测量 然后就说在一些我们三站部落里面有同意 做细水池 细水池已经做了 几部分做了 那我们说还有两个部落 两个细水池还没有做 也希望主任这边 一样一样把答应 答应说一样一样去做 让大家有水 共应给大家 感谢感谢 金北村长金正雄表示 三站水池在一年多前已经完成了 可以说是大大改善农民们的灌溉用水 而这次由于农艇索尼会改次为官派了 不过他还是透过新闻相公所 和利物的协助来争取相关经费 后续来改善加弯断的水池 因为对于农民来说 水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经济命脉 也是生活的必需品 唯有改善水池相关设施 不管是风吹一打都不会影响到重要的水池的基地 三千水才能够供应无余 给农民们来使用 记得终于学校不到